都沒有廣播 時間回到8號下午6點03分 同後溪上游的阿玉霸 平靜水流出現變化 現在開始了 越是大了 6點05分畫面 已經被大水填滿 溪水暴漲短短才2分鐘 水面正高 兩名男子受困 險些奪走兩條人命 疑似全因為這個水閘門 會通知廣播放水 那這次沒有 這次沒有的話 那大家都不知道 無預警的時候 那水就下來了 沙羽雪霸其實在放水前 半個小時前 都會先進行廣播 而這一次疑似是 都沒有進行廣播 造成遊客來不及疏散 講的就是這個廣播 水霸開閘門前30分鐘 台電就必須廣播 上游即將放水 請遊客離開 但8號當天沒有廣播 這個門就是保持全開 我們那邊有施工 昨天都沒有操作 不是沒廣播 而是阿玉霸 從4月1號起排沙門施工 閘門根本沒關過 但鏡頭卻在現場捕捉到 閘門關緊緊 當地住戶指出 李明群組事發當下 舊通報下游有人受困 但7點06分到47分 接到指示才關上水吧 我們沒有接獲相關的單位 去指令的話 反而可能會造成更大的危害 水門關注就好了 就不用浪費那麼大的國家 浪費國家資源 天災人命你還要上級指示 關水閘門 增加搶命黃金時間 關鍵時刻確實沒有作為 人命關天 官僚的關門程序 險些奪命 讓天災變成人禍 記者阿冠亞麥麗湘怡 新北市採訪報導